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子爺 大家好 有網路的好朋友來問到 說 他每次在做迴向都是這樣迴向的 請馬子做職 迴向我的恩親在職 請馬子做職 把我的功德做迴向 做這樣的迴向 來問顧問說 這樣的方法是不是對的 顧問的回答是這樣的 恩德上是沒有錯 第一個 你有國一馬子 你有活化身 活就是馬子 馬子裡面有迴向 功德 把功德做迴向的一個華 女生你有受這個教育 受哪一個學長哪一個師父哪一個師兄姐 來教你 就做這樣的一個迴向 你有國一三寶 所以請馬子做功德的迴向 就主名請馬子做功德的迴向 那迴向呢 馬子迴向該迴向的對象 有時候你會講迴向我的恩親在職 請馬子做職 或是說你沒有說出恩親在職 請馬子幫我做功德的迴向 恩德上是沒有錯 因為第一個你有國一 第二個你會做迴向 那你也是宗教上面來講 在修辭上沒有大的問題 可是故人再可以提一個建議 我們在還好 而且為什麼要更好 因為在華恩經 有提到十姓 十字 十地 還有一個十回向的菩薩 總有五十二個菩薩 華恩經有介紹 如何去修這個菩薩到佛 它有五十二節 其中有個十節 有一個十節叫十回向 這個十回向 我們去恩經讀經的結果 要故有一種感觸 老師師傅也有一個提醒 他說要做好迴向有三個秘訣 哪三個秘訣 第一個就是迴向的對象無量 也就是說我們在迴向的眾生 都不要去限制 我的恩親在職 還有迴向的地方 環境無限 無次不迴向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地方 我們不迴向 在世界的各地 宇宙各地 各地方我們都可以迴向到 所有的眾生 各次都可以迴向 還有時間要不間斷 也就是說念念不忘 我們要把功德回向給眾生 所以有三個秘訣 第一個就是對象無量 環境無限 然後時間無間斷 就時時刻刻我們都在做迴向 那這樣的話迴向的效果會更高 所以一德馬祖教我們在做迴向 比較簡短 因為我們時時念念不忘這幾個字 我們願意將今天的功德 迴向諸眾生 諸眾生 所有眾生不管何地何時 過期未來 在什麼地方 你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一個出身道都沒有關係 都是眾生 那我們都迴向給他 那就是他裡面的十迴向裡面 經文裡面給我們的一個重要的三個秘訣 這個迴向最大 那當然有人就會懷疑 那我小小的功德 當然要迴向我的恩親債子 他才不會來給我淘寶 那我可能就在修行 比較沒有障礙 還能得到福報 離苦得樂 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在經文上面 他有提示我們 功德的迴向 就像你點亮的一支蠟燭 然後眾生是千千萬萬的蠟燭沒有亮 但你蠟燭的點亮光明了 你把這個光明再去點亮別的蠟燭 蠟燭又亮起來了 那這個你的光明 你的功德 不會是因為你是點亮別人 你就有損耗到你的一個能量 你的光明會因為點亮對方了 他的光明又亮起來了 讓這個空間更亮了 那你一支蠟燭可以點亮幾支蠟燭 看你的時間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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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沒有加快你的消耗你的能量 沒有 可是你照亮的千萬之蠟燭 所以你就在光明的世界了 所以迴向非常重要 是對向要無量 所以我們不要限制自己的恩親在職 所以馬祖教我們 恩將金功德回向知眾生 回向越多你的功德就越大越光明 那這是光明所寫到的 馬祖教義我們 不為自己的求安樂 但念眾生的得幸福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不斷的幫忙大家 點亮他們 也就是說你懂了一個法 要不斷的去傳法 那你不斷的去傳法 給他能量 把能量給別人 不會損耗你的能量 你驕邪相長 因為你在弘化 你在行菩薩道 你就會像火頭一樣 一直在弘化弘化 到具有成火 要成火的捷徑 唯有一條路 血洗釋迦牟利火 不斷的帶光明 照亮大家 額頭上晃光 照亮大家 把你的功德 回向無限的一個眾生 無限的地方 無限的時間 這是對象無量 環境無限 時間不間斷 時時刻刻 我們都在照亮大家 把慈悲照亮大家 這就是馬子菩薩教我們的 要一顆菩薩心 馬子心 所以我的建議 我們可以好又更好 你不一定要講馬子來做止 因為我們本來就過因馬子的 那也很好 可是在回向的時候 你就直接講 回向諸宗神 你不要限制 就是你要回向給所有的眾生 眾生無量 環境無限 時間不間斷 你的回向的力量會很大 就像一隻蠟子 點亮千千萬萬億億的蠟子 這個也就非常的晃光明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